英国石油公司称他们已经在这次墨西哥湾大规模石油泄漏数个上投入将近40亿美元 英国石油公司星期表示他们将继续一项油井密封测试 检验上个星期加装的油井顶盖是否能安全封堵原油 英国石油公司的声明没有提到星期天油井复信发现的泄漏 美国政府下令英国石油公司提交一项有关打开墨西哥湾新进封堵的油井的计划 而此前工程师发现在海底附近还有漏油的现象 负责监督政府对漏油事件做出反应的美国官员艾伦星期天下令 如果有关碳氢化合物泄漏的报道得到证实 英国石油公司需要提供打开油井的书面程序